分享一个使用闪光灯拍摄环境人像的干货交手 看一下整个拍摄场景 在一个稍有复古感觉的室内 阴天没有阳光直射 现场大量的门窗提供了均匀的自然光照明 很多人有可能选择直接拍摄 不是不可以 但效果相对就平淡了一些 我考虑用闪灯增强画面的氛围感 首先我在室外打了第一支灯 神牛的ADR牌 加装CTO橙色片 从比较远的距离模拟夕阳的高度直打 透过窗户打在背景里 营造暖色和夕阳的氛围 同时照亮人物的头发 增强发色的光感 接着我在人物侧面 靠窗口的方向 打了第二支灯 还是ADR牌 加装的光枪戴格栅 作用是在现有光线的基础上 给人物一些匹配窗外光线方向的照明 提供质感 我不希望它扩散的太开 所以还利用了现场的柱子 进行遮挡限制 支持灯的输出强度也不会很高 可以不露痕迹的 和环境光融合在一起 我会从这个角度拍过去 用35的焦段 小广角 把我面前的扶手 后面的背景一起拍过画面 可以体验出整个场景的众生感 进一步也可以用长鞋的焦段 比如85来拍更多细节 这些也是构图方面的思考要对 很多人的摄影技术遇到平静 往往是因为只关注于器材 而对于光线的运用没有概念 摄影是用光线绘画 不是用相机拍照 摄影光也绝不仅仅是设置曝光 和打灯幅光这么简单 深入理解光线的方向 强度 颜色 相对大小 光区 光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这些底层原理 竟然掌握不同环境的用光技巧 是每个摄影师成长必经之路 而这些内容 都在我的这门解码光线课程之中 真正想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提升自己摄影技术的爱好者和摄影师 一定不要错过